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碍 木野姑娘 是那几太重了吗 不如我帮你拿吧 要拿多久都可以 休息一下吧 我去探个路 木野姑娘 可否借我一关 不知这把玄韬戟是否可以让给我 我要带她回去 木野姑娘 我跟你买吧 多少被逼都可以 你开价 她对我很重要 还我 木野姑娘 虽然不知你和玄韬戟有什么关系 不过 我不辞辛苦前去复言 就是为了这把上古武器 你要我就这样放弃 恕难走命 不然这样吧 我在商都还算有人脉 如果你愿意将它出让 我保证一定用尽办法送你返回家乡 如何 还我 你们怎么了 没事 只是见木野姑娘板着脸 和她开个玩笑罢了 我不喜欢玩笑 是 是 是我失礼了 但 木野姑娘 我是真的对此武器感到好奇 至少路上能进来看看吧 我冒着被领队七五做猛兽食物的危险 最后连摸都没摸到一下她 这不也挺可怜的吗 那我就先谢过了 木野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真的是天人吗 天人在心斗之间 什么意思 绝地天通后 有人留在人间 有人留在天上 绝地天通 那是什么 没什么 我累了 关于这个绝地天通 我似有耳闻 不如让我再说一次故事吧 传闻上古时期 专须帝为安定人心 以全能和征战 独揽与上天沟通的权力 全能 征战 不是为了百姓吗 为了百姓 木野姑娘真的很善良啊 但事实总是残酷的 我所知的故事里 专须帝便是这样的人物 为何 木月看起来这么难受 木月 你拿这把玄套戟 又要做什么 为何复言的人 愿意把它给你 莫非 它跟你家乡有关 我亏见他们太多了 至少 要把玄套戟给带回去 让他们在一起 这是我的责任 他们 我的姐姐 我 姐夫 姐夫是个大英雄 而我姐姐 温柔 聪慧 他们总是形影不离 四处行善助人 他们本应是人间美眷 最后却因为小人的陷害而死边 难道木月的姐夫 就是那么旧时 但是 仙臣她说不是秦龙 算了 不管是什么身份 应该 都是从复言村长那得知的死讯吧 难怪早上木月回来时 一脸爱上 木月姑娘 你这故事很动人 但 这玄套戟 和令姐与她夫婿有何干系 你总不能说 是他们的持有物吧 难不成 令姐的夫婿是贡公 贡公的年代 距今已有千年 要真是如此 我可真要问问 木月姑娘的年岁了 也许木月的姐夫和你一样 为了玄套戟前去敷衍 最后受小人所害 发生了什么意外 所以 凤与你最好也别多打玄套戟的主意 以免最后赢 司空兄弟为了家人 连口齿都灵力了起来 我都招架不住了 我会注意安危 绝不枉费司空兄弟一番心意 随你怎么想 又是这光 上次在宜人部落那时 它也出现过 这什么 现在是火虫的时节吗 我知道 很美 我是说这光 你别误会 我知道 木月姑娘果然特别 这下连我都要相信 你你是天人了 我不是 什么 小心 终于找到你了 有点 你因此 是 让 我 好 你是 你 是 你 你 我 就是 你 你 我 你 再次攻略了 封玉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这些人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快让地方先躲起 他们究竟是何人 难不成是之前那些领队的同伙 他们不会放弃 我们要尽快离开此地 凤玉似乎对此事习以为常 难不成 他知道这些人的身份 有人来了 没想到追得这么快 咱们快走 咱们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只是不想让你的咳嗽声引来他们 是毒 毒 没有合适的草药我无法清除 没想到这次连毒都使出来了 看来他们真的是想要我的命 若是之前的领队 这张暗记也太过狠毒了吧 看来这事意 并不单纯 那些人是谁 想刺杀我的人 抱歉 让你们卷入奇怪的时段 为何那些人要刺杀你 我也想知道 什么 我问你 如果有一个恶人 被一个英雄所败 英雄救了人民 使他们无数无难 但 但上天 却要惩罚这个英雄 让他后视不宁 这是为什么 莫言姑娘 你如果真是天人 能否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不是天人 你问错人了 追兵来了 我们先离开这儿 先离开0 先离开0 x2 明明 要是 要迟开0 0 8 1 5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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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着点 再往前走 说不定有村落 到时 就能找到妖衣医治你 伙狗兄弟 看你这么担心我 这趟连城认识你也值了 不过 看来我是不行了 难道 这也是上天的旨意吗 上天的旨意 为什么这么说 听过 舔制血脉的传闻吗 你方才似乎提过 听过 大伤与下人的战衣吗 那是下节荒野 配不上他先祖名声 于是 下朝被我们高祖所命 尽管高祖拯救人民于水火 至今还是有人认为 伤亡并非是上天承认的血脉 至于下朝由神仁后代建立 前阵子天上一变 传言又轻 可地方国作乱比以往更甚 我 在师父的苦忌中 查到谋把神兵 能改变商国动乱平凡的命运 那些叶族人 想阻止上人这么做 并追杀我 所以 你不是因为单纯防骨而前去赴言 你说的那把神兵 就是玄韬戟 是玄韬戟 我也不确定 但只要有任何可能性 我不会放过 才会向穆月姑娘 赏界玄套且查看 穆月姑娘 能如请你答应 这将死之人的最后冤枉 请我打赏 把玄韬戟 玄韬戟 没有你说的能力 这最后冤枉 竟不能如约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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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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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一 簽下 紫巧 司空大哥 没想到我们又遇到了 快帮我把这些山珠打扫 我不过想抓一只宝菜一顿 没想到突然跑出这么多 围攻起我来了 没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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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嘛 其实 自从和司空大哥 与青梅分别后 我真的一直是 往商都的方向走的 等不住为何 就一直没抵达商都 然后 我的食粮又吃完了 就想打着山猪来冲击 再然后 就遇到你们了 啊 你是那位抑郁的姑娘 还记得我吗 那夜我和司空大哥 一块救了你 对了 那夜太紧急 你后来也昏了 还没问你的名字呢 沐月 沐月 很好听啊 那么 我就换你 沐月姐姐吧 我的名字呢 叫做紫巧 来自紫国 如方才所说 我正想前往商都 你受伤了 没事吧 是方才 被山猪误伤的吗 我 让我看看 这个 你受伤了 你受伤了 你看得出来 你懂医术 烈斗 烈斗 别看我这样 我可是紫国的主计呢 普通医术还是懂些的 你放心 我出门时 可是把巫人研制的药方 和珍稀草药都带出来了 其中 应该有能医治你的药品 你 就是这个 如何如何 好多了吗 似乎 没那么难受了 真的 太好了 不过 这只是暂时缓和你体内毒素 要完全清毒 还需要一些工序 我看看 能走了吗 走 可是 他的伤 子巧 我们正在躲避追赶 眼下要紧的是 离开此地 一伤的事 还是带我们到安全地再说吧 这么要紧的是 司空大哥 你怎么这是在说 我记得 方才我在的那座林子 里头有间空木设 也许可以先去那儿躲躲 好 好 还有 那个 司空大哥 你有没有食粮可以给我吃呀 其实我已经饿到走不了了 司空兄弟 沐月姑娘 你们 你们的表情 我们边逃边吃吧 我们边逃边吃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